董事长 理事长 副校长 各位贵宾 各位长官 各位先进 大家好 因为我只有15分钟 很赶 15分钟要讲明年景气 真的太赶了 其实我刚到台经院的时候碰到这两个字 机械 我刚有跟董事长报告 那个时候就是研究工具机 知道机器是被报告工具机产业机械 然后我觉得这个产业真的很重要 那后来在几年前 应该七八年前 也是公益局长官资质 就是领主长资质 我们碰到两个字 品牌 所以今天来跟各位讲品牌 品牌不是 我是来讲明年的景气 先跟各位讲结论 明年比今年好 那台湾会比全世界平均好 就是这样 那其实我今年 去年就看好台湾景气 包括今年 当然我们本来预期今年景气会更好 会到3.4 3.5 但是没有办法 过一个农历年后 什么都可能发生 对啊 人生在世什么事都碰得到 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那不过台湾相对还不错 我们七月台经院预测今年有1.83 是全国内智库最高 当然也比什么INF INF今年年初看台湾经济成长率是负四 但是事后看起来我们才是对的 我们知道台湾政府在做什么 企业在做什么 那虽然疫情发生 刚刚董事长有提到 政府有协助企业做了很多事 那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全世界需求 可能没有像过去那么好 贸易 成长率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该做还是要做 但是等到机会来的 我们就会结束先登 今天其实主要就是跟各位强调这个概念 好 目前的经济有一些风险 但是这些风险我们可能看得到 我们叫做灰犀牛 看不到了叫黑天了 那既然看不到那也不用考虑那么多 那不过这些其实我们台湾太小 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改变 但是你一定要去挖起这些去关注 再来就是未来发展影响跟转变 对台湾来讲有机会也有挑战 2020年大家知道是这个2020很漂亮 数字 但是就农历人来看是庚子年 只要庚子年 中国大陆一定是发生大事 而且是不好事 那台湾还不赖 2020年我们经济成长率还比全世界好 我们这个还是国际认证 等下跟大家讲 这个不管是牛津的学者 史丹普大学学者 Yupen就是宾州大学 最近都看在国际上 而且台湾的能见度 台湾 不是ROC 是台湾 在国际能见度越来越高 就等于是说国家的形象品牌提高了 那接下来就靠各位产业品牌 再来就是企业品牌 所以一个这些是 因为过去我们 像我以前跟我们那个旅副厂长去芬兰 我们那时候去国会 人家说你们哪里来 我们说台湾 他说台人 但是现在不会啦 讲到台湾大家都知道 也不会讲什么强力是台配 但是台湾能见度提高 接下来就是台湾在下面 不要只是看ICT 我们机械设备也很强 我们很多产业都很厉害 所以今天我讲比较前面大的景气 接下来我们会有来宾跟大家讲 往下讲品牌 再来产业生意转移政策 当然这里有政府政策 还有企业的思维也要做一些改变 左边右上左上角COVID-19 这个疫情复发 这个有都陆续续 而且是以前从德国法国 这个我们有没有办法改变 没有 我们刚刚董事长讲 我们身体健康最重要 其实这一次可以让世界各国政府 去体验到你政府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老百姓都生病了 然后也没工作了 那你又你这个政府干嘛 但是事实上台湾做得不错 我们从2003年SARS通过 后来去年我们警觉性提高 所以超前部署 到现在大家都可以坐在这边 而且戴着很炫的口罩 其实你不戴应该也是没关系 不过因为这个是我们 台中经济的很重要的颜色代表 所以顺便帮我们董事长promote一下 好 再来右上角长期低利率 影响这种问题 这个很重要 因为理论上景气好 物价会涨 理论上利率也要调高 因为要一日通波 但是现在低利率 怕未来的景气是L型 但是台湾是不会的 不过因为刚刚董事长提到 他们百分大概三成是内销 其他的都是外销 外销还要看市场 不过还有目前中国大陆景气还可以 他们疫情控制 但是欧美那个真的是蛮麻烦 那右下角就是新兴国家主权债务风险 大家钱都花了很多 但是没办法 货币政策才是这种充管其下 也不管后遗症 这个后遗症事实上是很多 不过以后才会发生 因为现在不管那个 因为现在也没有管 你看联准会美金印了一大堆 现在的美金到底是不是我们以前认识的那个美金 也就是他到底值不值钱 现在也不管这个 美国三点多亿的人口 他们新总统又有讲错话 又说美国感染2.2亿 你明明是他为什么每次都会讲错这个 才刚选上 不过就是不管了 就是说很多国家 其实美元应该还可以 但是很多国家 印很多钞票 然后印很多那个 花了借了很多债务 又怎么办 左下角就是美中冲突 拜登这个 我有没有时间讲了 这个本来可以讲很多故事 会比较短期会比较软 但是中长期还是两国还是对抗 这个一定是历史告诉我们修士底的陷阱 就是你上来就是要K你就对了 好 那这个就是全世界的景气 反正今年大概一开始年初大家都算命了 你用陶楼牌我用指挥德数都不准 但是现在慢慢有共识了 大概今年负4.5到5个percent 但是台湾呢 各位可以看到 IHS market本来一顾台湾是负的 那INF一顾是负的 但现在都上修了 我们7月份台军院上修到1.83 前两天又把它上修到1.91 这个月主席总处就会上修台湾经济长率 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差 因为台湾跟4年前已经不一样 我们以前只要国际景气差我们就差 但是今年国际景气很差 但是台湾为什么不一样 好 这个就是大家参考了 这个是很多INF 联合国都认证的 全世界景气反正就是差了 你看以前我们认识的那些先英国家都变得很差 像英国动不动衰退11% 这个是什么概念 但是台湾真的还不错 下面有个台湾 但是INF都认为他不错 他富士还上修到0 但是还是不对 这个整个来看 但是明年会更好 但是两极化 有些会超过今年衰退的 有些不会 像美国 但是中国大陆就会超过 代表中国大陆明年起见应该还不错 如果这个疫情还没有那个 就没有扩散的话 好 我们预估台经院预估今年是明年会4.01 你说有这么高 就是有这么高 反正到时候我们再来看 去年记者说院长保二没有问题 我说绝对没有问题 后来主义总维上修到2.71 那今年不是有讲保一吗 就是最好都快 最后都快接近二了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台湾现在在做跟全世界不一样的路 因为每个国家的经济成长 紧急循环阶段都不一样 所以明年应该会4以上 我是比较乐观 好 但是其实我们要注意 就是未来会有一些改变 短期基本上过去就制造活动中断 国外转断效应等等 这个是有结果 但是你要看中长期一点 中长期产业结构内会改变 会有出现断链短链多链 但是你要避免断链 然后要适应多链 要习惯短链 好 那在台湾来讲 这个因为美中贸易战 美国是以前台湾最大的出口国 最高比重58 现在动不动是中国大陆 40几 但是两个大咖在打架 反正我们都不要动 他们两个会靠过来 台湾只要你把你 因为台湾的能力进度一定提高 现在就是大家把机械业 工具具产业机械的能力进度提高 他们两个就会靠过来 就像台积电 台积电现在两个都靠过来 台积电我们就股市来讲叫护国神山 但是未来会变军果供应商 美中打战我们就提供晶片 这个一样机械设备 一样可以这样 好 那这个未来过去的整个国际品牌 大厂决定整个产业分工 未来会改变 就是右边什么 他们美国做研发什么 但是未来这个会被打破 因为科技跟美中贸易战 还有今年的疫情会让这个供应链 会打掉重组 打掉重组 所以过去垂直分工体系 可能就是究竟供应 我们说所谓的供应链 大家想像一串珍珠 对不对 那个我们周处长这边有一串珍珠 未来可能会变一串香场 当然他不可能带香场 所谓香场是什么意思 因为珍珠是很多颗 可能50颗 但是未来这个东西 可能只要10根香场 也就是可能10个国家做 10家企业做就好 而且这个香场还不一定同样长度 有些比较长大人吃的 有些像欣欣赏一小口的 各位可以想像 未来供应链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 让自己被整进去 未来这种供应链的变化 所以大家要思考供应链会多元 而且所以要分让 过去我们讲真的 我们的过去政府讲全球化 鼓励企业全球化 但是没办法 我们都跑到中国大陆 就是中国化 这个也不能怪奇 因为太近了 而且文化可以通 但是现在你真的 因应这个趋势 趋势已经形成 短期不管谁当选都一样 也许短期会比较soft的 但是趋势 你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要真正进行全球化 真正的全球化供应链布局 好 那数位转型跟数位转型 其实很重要 我直接跳 因为时间不够 我拍子就在剧 我会怕死 我只有15分钟要讲这么多 好 不管怎么样 整个趋势改变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今年以来 有没有觉得幸福 比去年差一点 对不对 但是比其他国家 真的好很多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也就是说你趋势要掌握住 不管怎么样 其实我们说现在感染5000多万人 全世界 但是全世界多少人你知道 74亿人 虽然往生很遗憾 120万人 但全世界还是有70几亿人 有没有需求 需求还是在 当然有些可能比会变小 但是如果我们差异性显示出来 你还是可以抢那个比 你如果市场提高 那你就基本上会比疫情之前来得更好 那这个是一些趋势 大家可以看一下消费者开始改变 但是食育住行运动还是食育住行运动 绝对不会改变 只是它的方式会改变 同样的那你供应链 你怎么因应这样的需求面的变化 你一定要转 你不转不行 好 所以我们认为企业有些新思维 第一个就是分化全球系统风险 跟稳定供应链的那个 也就是这样讲 就是过去因为全球化 很多东西就是cost down考量 一个iPhone可能分好几个国家 不同的区域来做 这个叫效率的供应链 以成本为思维 但是这是美洲贸易战 这个是疫情 告诉我们什么 稳定的供应链比较重要 我认为成本可以高一点 但是我的客户供应链不会断掉 这个未来会确实改变 可能究竟供应 靠近市场比较安全 就不用透过物流等等 甚至分散那个风险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苹果供应链 整个在中国整个大幅翻转 包括力逊的崛起 很多我们的过去苹果供应链开始卖场 好那新策略就是说在数位转积 什么叫数位转积 大家听到数位一定吓死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讲 新商机也有机会 侏罗记公园告诉我们 生命自己会找到出路 一样这个疫情经济也会找到出路 一定会找到出路 A不行B就会上来 所以其实都有机会 看你怎么抓得住 抓不住 好 未来整个疫情真的充满不跌讯 大家确实就中国来看 他还蛮喜欢拜登 因为是商 蛮喜欢川普 虽然这个人是商人 但是还是那个不接近性没有那么高 拜登就是随机性比较高 所以你以为拜登会做什么事 也许会比以前更猛 你也不知道 好 那发展的关键就是数位化跟在地化 其实政府已经做了一些东西 大家都知道 从5加2 4年前5加2到现在的六大 那当然其实我跟各位讲一件事 什么事都跟政府做就对了 政府如果国安基金去买股票 你就跟着买 政府要发展怎么政策 你就跟着走就对了 因为以前5加2之前 我们投资率真的越来越低 那现在跟着这么做 确实没有做 智慧机械大家跟着做 是年前就喊了 确实因应这样子整个数位转型 品牌也是 工业局支付组很早就跟起来讲 要做品牌 因为在这种混沌乱世 我们局长最喜欢讲的 你一定要做品牌 把你的差异化凸显出来 不然混水里面 有鱼啊就是你们啊 你一定要跳出来 好 这个是六大核心战略 大家参考就好了 往这边走 其实这个都是世界趋势的 台湾绝对不会那个 那这个是工业局 未来要推的几个研发中心 这个其实跟工具机器产业 机器设备业都有关系 比较细部 其实这个我直接讲好了 政府都有空预算 欢迎各位业者机局去争取 一定有很多资源 包括刚刚组长提到转型 数位转型那个部分 其实都有 好 那这个是百大品牌 百大品牌 各位看到 左边这个部分是成长幅度最高的 很多公司你都看过 甚至你用过 包括亚马逊 微软 还有那个Spotify 就是音乐串流 还有Netflix Adobe Apple等等 这些为什么品牌价值成长会比较高 当然因为这次的疫情 因为人们 就是这有些是那个B2C的 其实大部分都是B2C的 那就是因为消费者的习惯改变 Netflix会员增加一两千万 那最后边是百大手资金榜 各位看到一百大 那个叫什么 Roon 是什么 视讯软体 对 有很多 Johnny Walker 我也不晓得 这个可能大家都在家里喝酒 Tesla是不敢搭大众运动工具 你可以这样解读 不管怎么样 这些都是跟趋势有关 趋势会改变 但是如果因为趋势改变 你就不见了 那你就满那个 但是就是有一个字 最近很热门 叫人性 你知道吗 Resilience 未来我们要强化供应的认性 其实我们在大度看下 48公里 对 那个卓董事长最喜欢讲 46还是48 又60啦 哇 你们这样自己扩充领土 好 60公里 对 哇 那个所有的都找得到 灵界那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机器 真的蛮厉害 好 未来就是数位转型的事 这个也是工业局明年的施政重点 数位转型是什么 大家听到数位 其实讲真的 其实老共翻成数字还蛮有感 其实就是把你的生产过程 数字 把可视化就对了 过去我没有老师傅 但是那个已经不行 你一定要把你的整个生产过程 你的整个商业模式过程 甚至你的客户的需求 你把它数字化 可视化 你这样才能够精进生产效率 掌握客户的需求 那最右边就是刚刚讲 你一定要刚刚也跟董事长报告 未来其实台湾的很多东西品质不差 但是价格就不好 就是以前都是China price 但是工业局是希望大家未来 部长也讲了 希望未来变台湾 price 我们一定要透过品牌 把你的差异化凸显出来 不然每次都被人家讲幕后 默默无影的英雄 很好听 但是都是毛三道四 对啊 我们的工具机器品质也不差 要差价格一差差三四十percent 对啊 我们有必要这样子做吗 但是品牌如果出来了 刚刚其实刚刚那个特助 哇我看到那个 就是你们那一台设计 工艺设计那一台 哇就是非常的 对啊 你看你就会被吸引住了 包括从外观设计 还有那个 那个橙色的那个 就会第一个吸睛 但是接下来就说 我看到这台机器 看到Victor 这个品牌告诉我什么东西 这个是未来要强化的 所以数位转型 也许是从供给端 当然也可以让你掌握 需求端的一些相关资讯 就是把这些相关资讯 把它可视化 所以整个生产流程 你都看得到 那最右边就是让你的产品 能够凸显出来 不过品牌不是只有品牌 品牌要讲的很多东西 不是只有商标 好未来呢 大家要第一个习惯短练 真的 未来供应真的会变得很短 香肠搞不好 不是别人咬了 他自己就缩水了 然后再来要适应多练 未来的供应链 可能不是只有一条 但是我们要 要刚刚讲品牌不管是什么 你要 我刚刚不是说台湾能见度越来越高 但是你的企业的能见度 也要跟着提高 不要让中国跟台湾国国就会 不过你永远景气差你永远变得很差 台积电这种你看景气差它一样变变的 不过当然是特利 连台币甚至这样毛利率还一直往上 但是我们传统 其实我不认为有什么传统的 其实只要你技术一直往前冲 品牌做得好 没有什么传统产业了 都一定可以做得不错 好 再来要适应多练 刚刚讲再来避免锻炼 一开始这个武汉肺炎 这个从武汉开始 大家都吓死了 但是后来好不容易供应力恢复 不过后来也没救了 因为到欧美整个需求往下当 不管B2B的最后搞到B2C去了 所以最后这整个的 但是还好 我们的9月份机械 已经恢复正成长了 那刚刚董事长10月份 第4季应该会整个不错 所以台湾因为整个超前部署 所以等到疫情过 台湾就能够截足先登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 第一个公益局有很多资源 大家可以用数位转型 设计价值 设计价值特别是我们美化部长 所以想要走 其实美化部长今天就很想来 要跟大家打打气 他是品牌专家 是设计美学的专家 那公益局本身做数位转型 他们就有经验 而且你们也可以 我看过台中经济的网站 我觉得不错 他们除了本身 一直迈向智慧制造数位转型 他们也协助他们的客户 来做数位转型 包括IoT的Total Solution等等 我觉得真的很棒 好 那因为世界外界 我只能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